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关键关系,过去人们一直在公司里工作,直到退休,他们的职业生涯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,所以很多人都不会考虑如何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,和他的关系,什么是我的竞争优势,和未来的关系啊,是不是该换工作了,和别人的关系该怎么经营呢,和风险有关啊,会不会有一天被裁掉。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将带您思考这些重要的关系,帮助您规划您的工作生涯,本书作者李德霍夫曼是在线支付系统的核心创办人,全球最大的商务社交网站领英创始人,同时也是硅谷最知名的天使投资人之一,李德霍夫曼是硅谷最有人卖关系的人,曾经入选过福布斯212年度,全球最有权势的人,另一位作家本卡斯诺瓦,曾经是美国新闻周刊的撰稿人,CNN和其他电视台的节目嘉宾, 这本书一出,就成为了全美最畅销的职业规划书之一,硅谷一半以上的互联网大佬都推荐了这本书,比如马克,安德森,Facebook前首席执行官,谢利尔桑德伯格,Twitter创始人,杰克多尔西,等等,在国内,创新工厂的中文版由李开复先生作序,这本书将告诉我们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,把握机遇,开创事业,第一点,如何建立竞争优势,第二个问题,你的职业规划是怎样制定的?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建立和维护人脉关系,第四个问题,如何评估你的职业风险,首先我们来谈谈如何建立竞争优势,现在的社会,不管是帅哥美女对名校的青睐,还是找工作的机会,都会有竞争,只有在竞争中占据优势,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,那么,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优势呢? 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方法,将你的竞争优势与三块拼图结合起来,具体是哪三块拼图?分别是您的资产价值和市场现实,首先来说说你的资产,所有者的资产可以分为两大类,第一类是软资产,第二类是硬资产,软资产是什么呢? 作者认为软资产包括知识、技能、工作场所、人爱、你的生育能力和个人品牌,这些软资产虽然不能直接兑换成钱,但是却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,比如今天,你在一家公司上班,突然接到了一个小羽种国家的订单,你是公司里唯一会说英语的人,所谓的硬资产,就是指你在银行里的存款、房产、汽车等等,这些硬资产的价值就在于,当你厌倦了工作之后,你可以选择离开,去寻找新的工作,在竞争中, 他们比那些没有薪水的人更有优势,再比如,如果你有稳定的资产,那么你可以选择那些未来很好,但是现在工资还很低的人,或者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,没有太多的收入,在这个时候,硬资产会给你更多的选择机会,讲完第一块拼图资产,再看第二块拼图,你的价值观,什么是价值观? 说白了,就是要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,想要做什么,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,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,是想要钱,还是想要前途,想要有挑战性的工作,想要安逸的生活。 说,最后,让我们来谈谈第三块拼图市场的现实,这是一个人在市场上的综合能力,有时候一个人的技术很好,经验也很丰富,但是如果他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,那么他的能力就不会成为他的优势。 他们需要你的技能和经验吗?否则,你就会陷入困境,因为在他们眼里,你一点价值都没有,如果你擅长视频制作,那么你所应聘的公司现在急需一个文案策划,那么你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,所以,你要了解市场的现状,需要什么样的资源,需要什么样的人才,当然,这三块拼图并不是独立存在的,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,只有将他们有效的组合在一起,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优势。 是,比方说,如果你只有第一块拼图,那么你就会觉得自己很重要,但是,这并不能给你带来竞争优势,因为没有人愿意给你钱,就算有人愿意给你钱,如果有人愿意给你提供更低的报酬,或者更好的报酬,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考虑雇佣你了。 如果你只有第二块拼图,比如你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,就算你对工作的热情比别人高,但如果你的能力不如别人呢,最后,如果你只掌握了第三块拼图,那就完全按照市场的实际情况去做吧,这也不是办法。 医院里缺少儿科医生,市场上需要合格的儿科医生,但是这不代表你一定要去当儿科医生,不管市场需求如何,只要你的兴趣和优势都能发挥出来,那么你就不可能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医生。 每一块拼图的大小和形状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,所以我们需要定期的评估,尤其是在转折点的时候,我们要把这三块拼图重新组合起来,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竞争优势。 接下来,我们将讨论第二个问题,如何进行职业规划,现在不同于过去,我们不能等到失业或工作不快乐时再去寻找其他出路,而要随时瞄准新的机会快速抽奖。 作者在书中解释说,I计划是一项旨在提高竞争优势的工作,B计划是一种全新的计划,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新的有潜力的机会,然后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B计划上,再坚持下去,把B计划变成A,而Z计划则是一条退路,有了Z计划,你至少知道自己能够承受多大的失败。 举个例子,一个在职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人,如果选择了创业,那么他可以给自己留一条退路,比如创业几年没有希望了,那就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,在你的职业生涯中,没有一次是从中场开始到结束,你需要不断的制定计划来不断的调整。 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,阐述了A,B,Z计划的实施过程,他提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中,经常会遇到一个十字路口,当年离开学术界之后,他的A计划是进军计算机行业,通过朋友介绍,进入到了苹果,一开始,他负责的只是软件开发,不久之后,他发现,产品和市场的适用性才是产品管理的重点,于是他开始尝试产品管理,也就是A计划,但正是这份工作让他觉醒了硅谷的基因, 在苹果工作了两年后,他来到硅谷富士通负责管理和业务拓展,1997年,他实现了B计划,离开富士通之后,又和其他人一起创办了一家网络交友网站,那时候,他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建立社交网络,当他的计划A发生变化的时候,新的计划B计划出现了,他的新计划B计划是全职加入在线支付系统的执行副总裁,并且在2002年,以15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套系统, 然后再找个工作养家糊口,前面提到的ABZ计划一直都在不断的发展和调整,那么在哪里呢?书上说,我们可以调整不同的方向,但是这些方向必须是相互联系的,比如说,有些媒体人,可以转做企业公关,也可以转做自媒体,那么如何开始B计划? 作者建议,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做兼职,比如你想去一家早教中心,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去其他的早教中心实习,积累经验,这样做也是为了检验B计划的可行性,毕竟很多时候,做一件事情和做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。 谈完ABC计划之后,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,那就是我们应该为自己制定多长时间的计划,作者表示,提前做好两部戏的准备是很好的,比方说,如果你想从一个普通员工晋升为部门经理,那么在向老板提出晋升申请之前,你应该先和影响老板决策的关键人物建立合作关系。 第二步是学习一些企业管理技能,先把这两个部分想明白,不要想太远,因为环境变化太快,计划跟不上变化。 另外,在制定职业规划时,作者建议我们应该把学习放在第一位,问问自己哪些计划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,哪些计划可以让我们的成长更快。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,我们必须要做好投资,无论是金钱还是时间,都要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来提升你的职业潜力。 同样的情况下,竞争会更大。 第二,不管你是想在公司里混得风生水起,想要开一家公司,想要进入新的行业,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职业,这样才不会被公司和行业所束缚。 这是什么意思? 就是说,当别人提到你时,你首先想到的不是你在公司里的职位,而是你自己的职业身份,比如企业家、产品战略家、自媒体人等等。 最后,我们要打造自己的职业身份,作者建议,我们可以开个人微博,或者开个公众号,写一些与工作无关的观点,以此来提升自己的人气,这样才能打造一种职业身份。 即便是换了工作,换了职业,也不会失去这个身份,到那时,你就会变成自己,不再是某个公司的打工仔。 这也许会成为你职业生涯中的一部分。 嗯,以上就是本书第二部分,如何制定职业生涯规划。 下面我们来说说第三个问题,如何建立和管理你的职场人脉,想要成功的人,要么组建团队,要么加入团队,单打独斗,只会越走越窄,再聪明的人也有可能输给一个团队。 企业家需要员工,运动员需要教练,导演需要制片人和演员合作,所以,在职场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 如何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? 作者首先将职场关系分为三类,分别是,强连结和弱连结。 这种联系的对象,是你经常接触到的和你最熟悉的人,比如你的同事,你的家人,这些都是你的利益所在,例如,客户,供应商,事业,伙伴等等。 弱连结的对象是那些关系比较好,但并不经常见面的朋友,比如同学,同事,或者是你生活中遇到的有趣的人。 因为若连结的真正意义在于连结不同的社交圈,为你提供有用的信息,在这本书当中,作者认为,人脉并不是看你融入了哪个圈子,而是看你能接触到多少人。 2010年,三位美国研究者做了一项调查,以验证这一观点,研究人员统计了2005年8月英国所有电话交流记录。 这个电话记录涵盖了当时英国90%的移动电话和99%以上的固定电话,所以,这些电话记录就是一种社交活动。 研究人员发现,如果将电话记录与三万多户居民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,结果很明显,驱逐在富裕地区的居民和交往的多样性越明显。 因此,若连接是非常重要的。 另外,作者认为,建立真正的社交关系取决于两个方面,一是能够从另一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,第二个问题,就是思考如何帮助对方,或者是如何合作,而不是想着能够从对方这里得到什么。 比如在我们的工作当中,经常会遇到谈判的情况,研究人员发现,一个优秀的谈判专家和一个普通的谈判人员,最大的区别就是,优秀的谈判专家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如何为对方争取利益,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 讲完职场人际关系网,再谈谈如何经营职场人际关系,书中作者用生动的比喻说明了人脉关系,人脉就像是会呼吸的生命体,给他们喂食,给他们营养,关心他们,他们才能成长,如果不管他们,那他们就死定了。 这本书提供了四种经营职场人际关系的方法,先来看看第一种方法,启动长期给予接受这样的过程,说句不好听的,就是帮你一个忙。 另一种经营人际关系的方法,就是把他们介绍给别人,让他们接触不到,比如你的朋友生病了,你向他介绍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。 第三种管理人际关系的方法是,保持与工作关系中的人保持联系,成为他们最近的联系人,许多人认为与朋友保持联系特别困难,其实并非如此,作者在书中提出,与人们保持联系只需要一颗希望,一颗保持联系的心,恰当的管理方法以及积极的行动,这里只需要注意几个要点就行了。 比方说,当你和别人联系时,不要认为这是令人讨厌的事情,事实上,很多时候别人都希望和你保持联系,作者建议,利用社交媒体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和职业,比如微博、微信等社交媒体,经常更新你的消息。 第四个管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交友基金,如果你是一个不善于交际的人,那么建立一个交友基金的好处就是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,这样的话,你就没有借口不联系他们了。 职业机会 很多成功的人都会把成功归功于运气和机会,事实上,机会就是来自于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,作者在书中说,尝试的越多,你的直觉就会越敏锐,机会也就越容易进入你的事业。 作者认为,首先,你应该像企业家一样充满求知欲,因为当问题出现时,企业家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抱怨,而是思考原因,举个例子,你所在的公司一年都不涨工资,抱怨也没用,你应该好好想想,为什么不涨工资,是自己的能力不行,还是这个行业已经没落了,有没有更好的办法,如果没有能力,那就尽快提升自己的软实力,如果不行,那就考虑换一份工作吧。 其次,追求偶然,寻找偶然,许多成功的企业或事业并非一开始就知道如何取得成功,而是在经营目标上反复反复,比如阿里巴巴,刚开始做淘宝网的时候,发现支付能力受到了限制,就开始做支付宝了,然后就开始做物流了,所以你要时刻关注周围的情况,一旦有机会,你就可以抓住。 第三是连接人际网络,你寻找机会,其实是在寻找一些有好想法和信息的人,如果你能够和这个圈子里的人打好关系,利用好这个机会,那么你就可以占据上风。 作者以书中的例子为例,1765年,一位名叫约瑟夫的业余科学家前往伦敦,参加,由本杰明富兰克林主办的城市辉格党俱乐部,在这样的聚会上,富兰克林将会和各个领域的精英们讨论科学、神学、政治等等。 约瑟夫来参加会议,就是为了征求一下这些专家的意见,弗兰克林和他的朋友们,不但给约瑟夫开放了私人图书馆,还主动提出要帮他使月手稿,你看,约瑟夫一心想要从事科学研究,他加入了当时著名的科学界,为自己争取到了机会,后来约瑟夫因为发现氧气而成为著名科学家,神脉的建立,神脉的建立,就这么定了。 最后,我们来讨论一下第四个问题,关于职业风险的评估,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三种职业风险,第一种情况是,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面临裁员、降薪、吊岗等风险时,作者的建议是,首先,我们要提醒自己,烈士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糟糕,因为人类的进化过程中,我们已经习惯了高估自己的生存能力,因此,你要暗示自己,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,先让自己冷静下来,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 第二种情况是,当你面临潜在机会时,改还是不改,在职场上,不管是换工作还是换工作,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,这个时候,你应该扪心自问,如果你去追求这个机会,一旦遇到最坏的情况,你会不会坚持下去,如果最坏的情况意味着你会身败名裂,经济受到严重损害,千万不要冒险。 如果只是浪费一点时间和金钱,那么风险是可以控制的,必须要争取。第三种情况,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,比如选择了错误的公司或者部门,作者认为,在这个时候,我们能不能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决定,能不能更快地采取MNB或者PS技术。 如果不能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,那就不能用B计或者Z计划来代替,那样的话,你的职业生涯就会有很大的风险,你要小心,作者认为,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,最好的机会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,我们不能被不确定因素误导,也不能高估风险,打个比方,一份工作五年之后,可能会比现在更有价值,所以你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这份工作的风险。 比方说,一家刚刚起步的公司,给了你股份,让你加入,如果你觉得你的工资太低,创业的风险太大,你可能会错过阿里巴巴,巴菲特就是这么说的,当别人害怕的时候,你是贪婪的,当别人贪婪的时候,你会害怕,中国有句谷话,叫做富贵险中求,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人,往往会去做别人认为危险或者做不到的事情,这就是最关键的关系,啊,简单回顾一下吧。 首先,我们谈到了在职场中培养竞争优势的三块拼图,具体指的是你的资产,你的价值观和市场现实,其次,我们谈到了如何设计自己的职业规划,提出了一个叫做ABC计划的新概念,接下来,就是如何在职场中建立人际关系了。 人脉的建立,主要看两个方面,一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,二是思考如何帮助对方或如何合作,最后,我们提出了三种正确识别工作中风险的情形,我们既不能忽视风险,也不能放弃那些看似危险,其实充满机会的工作风险,机会,行,这本书会给你讲解关键的关系,听写笔记,音频下面是我们的声音,明天见。 感谢